在联盟进入球赛期后,NBA许多球员转会的消息,一直引发媒体,球员还有球迷们的关注,然而在昨天联盟里一个超级巨星的行为一样,是引发了这样的效应。 值得说的是,在轰动全美的同时,他也赢得了大家的致敬,看见这个图,大家也都知道这个人是谁了,即是勒布朗,他他昨天参加了自己在家乡阿克伦市捐赠的学校,I promise school,揭露的仪式,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,他说道,这感觉还是不怎么真实,我对怎么帮助社区有许多自己的想法, 可是创办一个学校,是我从来没有梦想过的事,这是个让人难以相信的时刻,面对勒布朗这个举动,在美眉牙虎体育,纽约时报等不断转发致敬的同时,连忙的球员们也在网络上发文致敬。 库里说勒布朗圈住的这个学校的教学制度真的很棒,小托马斯也说道,祝贺我哥们詹姆斯,你做了我们运动员,以前没做过的事情,鼓舞了整个世界,要保持下去。 我也知道你会保持下去的,会有更多的人感受到这一些。 比尔抽,勒布朗,你是一个真正的运动员,祝贺你的学校节目,谢谢你鼓舞了别人,还有影响了几代人。 哈特抽,祝贺我的好哥们勒布朗,不管是场上还是场下都是凯摩。 威德,这是利用你的平台,恭喜并且向我的好哥们勒布朗致敬。 鲍罗·詹姆斯,恭喜你我的好哥们,你是个信守怒言的人,为你感到骄傲。 你也给了几百个孩子,没实现他们梦想的一个机会,值得说的是在勒布朗为家家捐赠学校的同时。 他最近也向自己曾经的高中母校捐了十万美金,面对他的这些行为。 求迷们之后也评论到,詹黄是个虚伪的人,表面看好像流量都不舍得他,在背后却不知道了多少慈善,很崇拜詹姆斯,他已变成我的男神了。